一名孟加拉男子昨天早上在槟城巴都加湾 新邦安把中央岛公园 被发现全身浴血身亡 而且身上有十处刀伤 槟州总警长拿督许国阵 昨晚发文告表示 警方昨天早上9点20分接获投报 声称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 不仅人士倒在公园地上 警方抵达现场后 发现男子身穿红色低绪和牛仔裤 身上都是鲜血 并且多处有刺伤的痕迹 医护人员到场后证实 男子已经死亡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调查这起案件 并且正在全力追捕嫌犯 当局也呼吁任何知情者 到附近警局或是联络 危难警察总部热线 提供资料协助调查 感谢大家